告訴你,我家已建立了新劇院 是嗎?但是我已經叫走你的劇作家 蛤?是呀! 大家好,我是柴娃娃 今次來介紹佛羅倫斯王子遊戲概念 佛羅倫斯王子是一款適合一至五名玩家 這是一個拍賣加拼房加跑單的遊戲 現在就讓我告訴你怎樣玩吧 你們是扮演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富裕的家庭 比如就像斯福爾紮家族或美迪奇家族 你要在拍賣中贏得各種物品來提高你的地位 令你可以吸引那些對藝術充滿狂熱的人才來創作偉大的作品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向你的有錢朋友吹噓 來獲得聲望點數 在遊戲結束時,聲望最高的玩家就可以獲勝 你會以三張專家牌開始遊戲 稍後還會獲得更多這些牌 他們就代表了你想吸引的藝術人才 每個專業人士都希望你的風地擁有特定建築 景觀和自由 例如這個劇作家喜歡有公園 享受宗教自由和劇院 他亦都喜歡看小丑的表演 這樣這個劇作家就會更投入他的創作 而這個詩人亦都喜歡劇院 不過他就不太喜歡公園 喜歡看得多一點 並且希望還會有旅行的自由 不過你無需滿足他們所有要求 但越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他們製作出來的作品價值就會越高 從而令到這些專業人士製作的藝術品越來越好 遊戲介紹 遊戲會進行七個回合 每個回合都分為兩個階段 拍賣和行動 拍賣階段 在拍賣階段 這邊這七個物品都可以用來拍賣 包括有這三種景觀 公園湖泊、森林 還有建築師和小丑 招募牌和聲望牌 起此玩家選擇其中一個物品 並開始以200個佛羅林開價 不能夠多亦不能夠少 之後就依順時針方向 每個玩家依次出價 但每次出價都只能增加100個佛羅林 或者放棄 放棄的玩家就沒有機會 在本回合對那個物品再次出價 直至其他人都放棄 直至最高的人就投得這個物品 並且把這個湖泊 立即放在他的封地 稍後會再介紹他的放置規則 然後把他的標記放在高的物品上 這樣就代表在這個階段 其他人就不可以選這個物品來拍賣 如果贏得拍賣 不是起此玩家的話 這樣起此玩家再選擇 不同的物品進行拍賣 並且以200個佛羅林 開始新一輪的拍賣 每個玩家在拍賣階段 最多都只能得到一個物品 已經購買了物品的玩家 不能夠再出價 在遊戲的任何時候 如果你覺得手頭緊的話 你都可以選擇聲望來獲得佛羅林 每一個聲望都值100個佛羅林 有件事要補充 在你有首個景觀之後 之後再有每個同類的景觀 都會獲得3個聲望點 而在拍賣得到的招募牌和聲望牌 或者稍後會再介紹 行動階段 從起此玩家開始 按瑞士針 每個玩家最多可以執行兩個動作 你可以完成一件作品 購買建築物 購買新的專家牌 購買自由 或者購買獎勵牌 完成一件作品 打出專家牌去完成一件作品 但每件作品都會有一個作品價值 隨著遊戲的每一個回合 最低的作品價值都會隨著人們的期望值 越來越高而增加 如果你的專業人才的作品 無法達到這個價值的話 這樣就無法完成作品了 就例如你打出的專家牌是作曲加 這樣它就可以為你創作一首交響曲 如果你的風地裡有一座歌劇院 這樣交響樂的作品價值就會加4 有湖泊的話 作品價值就會額外加3 如果你擁有觀點自由的話 這樣作品價值也會額外再加3 而你擁有每個小丑都會為作品價值提高2 而每張之前已經打出的專家牌 都會為作品價值加1 這樣就計算出 這首交響樂的作品價值就是16 16就符合這個回合的作品價值條件 接著把你的標記放在16的位置 而作品每一點的作品價值也可以獲得100個佛羅琳 現在你要做出最艱難的選擇 你可以保留這筆錢或不收足這筆錢而得到聲望點 每少收200個佛羅琳就會獲得1點的聲望點 選擇後就不能後悔了 如果你兩個行動都同樣是完成一件作品的話 這樣你的標記就放到較高的作品價值 而不是兩者總和 因為在行動階段結束的時候 創造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的玩家 都會獲得3點的聲望點作為獎勵 如果多名玩家並列的話 這樣他們都會有3點的聲望點獎勵 求買建築物 建築物有大中小三種但每棟都要花費700個佛羅琳 求買建築物立即獲得3點的聲望點 防止建築物可以旋轉或反轉 但建築物不能相輪任何建築物 包括封地的大宅 但對角坊便可以 建築物可以與觀景相輪 而觀景亦可以互相相輪 任何建築物都只能擁有一種 但觀景可以重複 放置好板塊後 不能移動亦不能移除 如果你擁有一個建築物 建築物會降到300佛羅琳 而不是700佛羅琳 如果你有第二個建築物 會即時有3點的聲望點 而你的建築物還可以雙輪放置 有第二個建築物便可以雙輪放置 有第三個建築物 除了有3點的聲望點外 所有建築物還是免費 購買自由 你可以花費300佛羅琳購買自由 你每種自由只能有一個不可重複 購買自由在相同階段內只能執行一次 購買獎勵牌 你可以花費300佛羅琳購買獎勵牌 在牌庫裏抽出5張牌 如果是少於5張 這樣便會抽出全部牌 之後便保留一張 剩下不要的便按照任意順序 放回牌庫底 獎勵牌 你可以在完成一件作品時 與專家牌一齊打出 它是用來增加作品的價值 打出獎勵牌也不算是一個額外行動 你亦可以在同一個作品上 打出多張獎勵牌 用來增加作品的價值 求買專家牌 基本與獎勵牌一樣 都是300佛羅琳 專家牌亦是5-1 在這裏便要補充 每個行動階段 你都只能購買一張專家牌 以上的行動都介紹完 而行動亦無需要強制執行 拍賣階段再介紹 等我們再回去拍賣階段 再介紹聲望牌和招募牌 在拍賣階段 得到一張聲望牌 跟之前抽牌的方法一樣 都是5-1 聲望牌在遊戲結束時 達成條件 就得到額外分數 例如這張聲望牌 在遊戲結束時 你有這三個景觀 就會得到8點的聲望點 而牌裏有括好的話 就需要與其他玩家比 如果有玩家和你並列 一樣最多的話 這樣你就只會得到 括好裏面的聲望點 而招募牌每一張都一樣 你是不需要五選一 而且用法都相同 用招募牌可以偷走對手 已經打出的專家牌 用你打出的招募牌取代它 然後把偷回來的專家牌 放到手牌裏面 其他玩家仍然都可以 把這張招募牌 視為專家牌 使用招募牌不算是動作 如果你有多張招募牌 亦可以任意使用 但有件事都要注意 招募牌是不能換走自己的專家牌 現在再來補充遊戲設置 將遊戲配件放到遊戲版圖 相應的位置 每人都拿一塊封地板 和自己喜歡顏色的玩家版 和玩家模型 將聲望指示物放在0的位置 接著把白色的回合標記 放在第一輪位置 使用這種牌背的專家牌 每人發四張 在四張裏面保留三張 將不要的放在牌堆 將牌堆重新洗牌 每個玩家都會獲得 3,500 個佛羅林 每個人的現金供應 都是秘密 將你全部的佛羅林 放在擋板後面 每種自由版塊數量 都是根據玩家人數減1 隨機決定起似玩家 將起似標記交給他 在每個回合結束時 起似標記都會順時針傳遞 白色的回合標記都會移動 當遊戲進行了七個回合後 遊戲就會結束計分 如果符合聲望牌條件 將分數加到聲望點裡 最高聲望點的玩家就會獲勝 到最後萬一有平手的情況 這樣最後就比拼誰剩下最多的佛羅林 遊戲規則已經介紹完了 其實遊戲還有單人規則 你還可以將女神謀師與公主擴充 加入遊戲一起玩 佛羅林 宰王子 就是一個經典的促遊 今次介紹的是重製版本 重製版本有很漂亮的美術 告訴你 舊有的版本是沒有擋板的 如果沒有擋板的話 佛羅林真的不知道放在哪裏好 但是這個版本就有擋板 在印座佛羅林真的方便很多 這個遊戲 適合建立一個小宮角 通過放置建築物、森林和湖泊等等 鼓勵工匠們建造偉大的作品 這些作品會帶來金錢 而你亦可以分配收入 兌換成星網 這個設計會令玩家每次都要作出取捨 亦都要管理好金錢的運用 好了 今次又介紹到這裏 如果想看更多類似的促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頻道和分享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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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